这个内心是比较自卑的一个人 特别不自信的一个人 这里面说你们也不吃了吗 不吃了 我就想问你了 你那个 之前不是有了详情介绍 对一个名字 咋想的呀 对结婚这一块 你俩妈都出事了 觉得现在比硬是一样 不想自己过 不是就想自己过 你见着你要冲来 你冲来做人以后 活动你很多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 去冲来这些 但是行吗 对朋友一定要控制 肯定要讲 真的要有能力 不是 你看现在接门 有多只能过得幸福 我觉得只要一个人 只要一个人过得幸福 还挺自在 那你现在开心吗 我比较清楚你知道吗 我就想过一天 属于自己的意义 才是 我以前就是特别没有受过力 那我爱你找好了你 不是好不好 首先我自己洗淋 过不来我洗淋了一会儿 看着这个人好 看着我自己的脾气也不太行 我说能比较不美 也不会看着你 不要辣 那你找一个黑纱 再能保住它 保住它就要找了一些 研发生气 没有做完的 还要去做 把你找了半一辈子 也要死破了 不行不 明明是不是太累了 把上菜给你愈快动力 还有警惕啊 你首先你要结婚的话 你要损孩子 你要各种各种警惕压力 你又没有那个能力 去给你孩子一个 更好的一个生活专业 你解释好大伞级了 撕 撕吧 不好意思 撕吧 小姨 才撕吧 他妈想给你抽一点海洋 王姨你不要抽 不要去吹婚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他想结婚就结婚 他不想结婚呢 他就不结婚 他只要一个人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的 不就行了吗 你结婚也不代表 就一定能过得好 当然也有可能结婚了之后 能遇到好人 也能过得好点 但是这个东西 还是得随着自己的心 我憋的了 现在我不讲 不憋的了 让自己开心就行了 如果姐姐是可以的话 姐姐也都想 也想结婚 也想感到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 心里不太健康 不是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还是因为你自己 醒来有心结 就是讲呢 哎呀 我还想起了 不管你 不问你 不逼你 不吃你 还要做老豆子 肯定有不在这 你这样想起 哎呦 你看你这种年轻能心得多 讲实话 你要接了 可能有了孩子了 到时候 他就是讲这个事 给菜奖的钱拿了 到时候 你弄啥 他老了 他不便 不问 少一个 就像喝死 差不多 你两个人过来 来就可以了 不是讲要求 人多好 现在没有多好的 人没有十全是没的 我知道 你看 我这个人是 理性是比较自卑的一个人 特别不自信的一个人 两个人都说我很好 我自己都没还 还 这个还好 我自己的一个情绪 没有几个人 接受不了 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挺好的 就把结婚似的 伤得受不了 我这个脾气是吧 我不太会给人想 不知道 就是给朋友之间还可以 但只能要像结婚 你像里面那样结婚 你觉得好吗 你再过来好吗 你找个颜色差不多 你赶紧做好了 是不是 干嘛 主要是当心 都你以后百年的时候 没人给你做啥毕 以后的事情是知道 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 怕你没人想 以后的事情太遥远了 我觉得把现在的 过好就好了 你现在都过不好 你怎么想以后呢 咱就喝在档下就好了 你签字了以后能够 你自己考虑好 你们没自己想 就你自己考虑好的话 我爱自己的话 也特别有压力 你怎么想压力呢 我怎么讲你 我彼此叫你结婚 你不用什么 我讲的都是正义话 你在问你自己 你想好了 你看合适了 你找一个伙伴伴来找 你要真不想愿意 你不结婚 我也不能讲啥 你要我做老年能讲你啥 没有上去接受 另一半或者这个婚姻的 一个准备 你感觉你自己都不一定 接了婚之后 自己能把自己这一块解决好 婚姻也是需要去解决了 不过这一点我给你讲太美 阿玛讲你现在随你 她确实是怎样随你了 不要有压力 不要在意任何人的想法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 去省活就行了 去省活就行了 我感觉我只没有了个信心 去能紧人好 如果没有了个信心 能紧人好 我感觉是不要去 这样的话也不妄 是让自己跑过 等别人也不懂 阿玛请好了呗 别去劝了 我劝了呀 我不劝了呀 你看好好讲 请换换你的口气 你要不不劝了 哈哈哈哈 我得阿玛讲 开心就好了啊 我得阿玛